市的主播 街頭縱火混亂景象 不只發生在摩洛哥國內 歐洲國家同樣也有球迷還翻天 德國有球迷揮舞 摩洛哥國旗徹夜慶祝 更造成交通大打劫 大批警力出動維護秩序 另外比利時混亂景象 警方還以高壓水柱驅散群眾 英國倫敦則是有人直接在路上 放起煙火歡慶迎球 法國巴黎人潮幾暴 大家都拿手機記錄下罕見的一刻 各地都看得到球迷上街歡呼的身影 當然主辦國卡達更是燒不了熱情 民眾場外一度爆發推擠 不過暴冷沙近八強 摩洛哥接下來將對上葡萄牙表現 也讓各界格外期待 主播